你好,下午的三点,今天呢,五月的十四号,星期一,第一个,第三个礼拜第一天 记者呢,台北美食呢,报道在这个,我们关神地区庙,对面开的这个,这个面店,它是有名的 看到没有,我上次还剩一些虾仁,买了一百块虾仁,剩一些虾仁小卷 我们老师说冰箱不能冰,要赶快今天吃掉,所以我来配他的一把馄饨面来吃 请他煮熟一下,然后呢,老板这边那个,你们小鱼,小鱼花生好吃 老板的小鱼花生有名的,还有酸菜免钱的,这个今天台北的美食下午茶 就这样子度过,希望改改运,到关键里面来祈求今天的独自能够开 我们今天独自只有用一只,这个我们没有公开,八点以后打开就可以了 谢谢,现在参加会员一千块